巴西女排黯然出局无缘六强,她们曾是中国女排的最大苦主,一度对女排有16连胜的傲人战绩,在里约奥运会才被终结,而里约奥运会后巴西女排也开始走向了没落,本届世锦赛她们无缘六强,创下了最近16年来世锦赛。 巴西女排的最差成绩,巴西女排姑娘们在输球后都留下了遗憾的泪水,这位最早来到日本的球队,她们也最早离开了日本,但巴西女排出局的事件却还在发酵中,之前巴西女排球星她一发电赞骂日本女排帖子,让塞尔维亚与日本的默契球事件被推上高潮。 日本女排与塞尔维亚的对决,普出本届是锦赛最大冷门,塞尔维亚在此前七连胜,且为丢掉一局的基础上被日本以3比1击败。 更让人觉得好笑的是,轮休了多位主力的塞尔维亚,在首节,以25比15压倒性的优势祭败日本,最大排球星博斯科维奇,只是两下一下就被替换下场。 而之后的三节比赛,日半都以25比23取胜,分数出奇的一致,这不是默契球,是什么? 塞尔维亚前科雷雷在领约奥运会时就因为想将中国女排抵到第四,输给了实力不如自己的荷兰女排。 这件事让世界球迷跟巴西女排一样愤慨。 巴西女排在跟日本女排的交手中,他们必须三节全胜才能进入六强。 他们拼尽一切以0到2的不利局势下,连赢三局,以3比2击败日本。 只可惜没有3比0横扫他们只能出局。 巴西主帅提马梁斯在后接受采访说道,这是一场艰苦的比赛,我们必须要三局获胜,第一号很接近胜利,但我们没法拿下。 即使这样,我们的队员没有放弃,他们尽了最大的努力,我为他们感到骄傲,为了尊严巴西女排赢了。 可他们还是五元六强。 因为这一次他们是受害者,塞尔维亚与日本的联手迫害,才让他们无法进入六强。 这种没法体育道德的做法,吉马梁斯拒绝出席发布会也很正常。 球年路是塞尔维亚,大家求塞尔维亚演戏演全套,最后一战也输给了荷兰。 但球迷们并不买账,因为这不影响塞尔维亚成为六强,他们将巴西挡在六强之外的目的已经达到。 世界球迷的炮轰,没有让他们觉得羞愧。 他们反而十分的高兴,他们认为管车更近了。 门眼小白。 门眼小白。